深夜里树木夹带土石崩塌 薄油路遭挤压容器 竹林散落在马路上 从空中鸟看 面积约一个篮球场大的土石滑动 变成光秃秃的一片 薄坎崩塌瞬间全被记录下来 在薄坎上面的 所以这个路是原本的平地 崩塌长度20多公尺 高约五层楼 薄油路严重变形 收连日大雨影响 9号凌晨一点多 苗12线平行存路段 金船走山 吓坏当地居民 走山溜下来 把那个薄油路都压起来 六七十年就没有那么严重过 蛮严重的 案发地是居民对外重要道路 相关单位将开辟一条紧急通道 另外苗栗泰安苗62线 陕壁掉下落石 原警也到场交管 至于彰化有防汛道路 列出长达一百公尺裂横 长长的裂横还有高低落差 疑似地机遭掏空 彰化河没扑到院旁的道路 三年前早已裂开一次 近期下棋梅雨 原先修好的薄油路竟然又裂开 同一条道路一再裂开 而且越裂越大 台风季还没到 已经让居民相当担忧 记者陈盛伟连缘斌王百英苗栗彰化采访报导 旺旺水神是微酸性电子次律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